我沒有說 解剩下 解剩下 就我沒有 欸那個 喔我 本來想要讓他去調是更有挑戰性的 甚至讓他跟小S 的確有這個 然後把那時候讓他選小S試試看 小S此時此刻 本來要懲战修傑凱 總製作人談懸角背後秘辛 我就註定只能當一個不快樂的人 腦袋 主位愛情影集此時此刻 上架後話題不斷 總製作人揪演員們 起居一趟來討論懸角背後秘辛 小S那一集本來尺度就這麼大嗎 我那時候還跟導演講說 現在好像是像我們有希望 你的尺度不夠大 所以我希望在此時 你的尺度更大一點 所以是你要求的 我祈願 哇現在尺度可以這樣子嗎 我沒有說 喔 還剩下 剩下 就我沒有 欸那個 喔我 就 本來想要讓他去調是更有挑戰性的 甚至讓他跟小S 的確有這個 反正說我讓他選小S試試看 後來就沒有在 在 就我覺得檔期啊 各方面其實 我就決定 就還是照我原本的 原本的 原本的 沒有看第二集 裡面那個 劉俊謙那個 沒有用 好不容易 沒有可愛 床戲對我來說 我已經克服了 所以劉俊謙 來吧 小S才放話說 要對劉俊謙配床戲 沒想到劉俊謙 竟然也不是 總製作人的第一首選 其實我跟導演爭執表不好看 劉俊謙 劉俊謙雖然是在 香港原理美艷房的男主角 可是他 的確對於台灣任務的 真的不夠 搞 是我不想要講 因為我覺得他對於台灣觀眾 很過度陌生啦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能夠挑一些台灣 台灣觀眾比較熟悉的 片頭 有些了 那當然 這個角色 的確也演得很好 好像蠻多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很多人能喜歡這一季 對劉俊謙的表現也是 我看 就是合選合選 我們 能不能先簽署 我繼續想 好好的 躺個熱愛 但是很多人比較想爭取 跟嘉賓文同一集 很多鮮肉在爭取 但製作人自己 有篩選掉一些鮮肉 不合格的鮮肉嗎 先把楊麟威先篩選掉 哈哈哈哈 先把他放去 你們在嘉賓文 到底聽不懂 ences 哈哈哈哈 他舒服我就舒服 怎麼了嗎 你們大家洗澡不用 哈哈哈 哈哈哈哈